在对抗新冠肺炎这条路上 虽然人类成功研发出疫苗 但始终还是赶不上病毒变种的速度 尤其是已经主宰全球疫情的变种病毒Delta的出现 已经大幅降低疫苗的保护力 让不少国家即使已经达到高接种率 仍然陷入新一轮的感染高峰 世界卫生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负责人莱恩 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随着病毒持续在世界各地发生变异 想要根除他的希望已经越来越渺茫 新冠病毒可能永远都不会消失 而极大可能会与人类同在 为了对抗Delta变种病毒 不少国家比如说美国 匈牙利 泰国 印尼 阿联酋 还有以色列等等国家 是已经开始启动大规模加强剂接种的行动 尤其在以色列当地 才刚刚启动第三剂加强针没多久 当地政府是已经要求国民 为接种第四针疫苗做好准备 那至于马来西亚会不会让民众施打第三针疫苗呢 《八点最热报》访问了国大医院副院长沙利花 以及大马医药协会后任主席顾家财 他们都已知认为 不能够拿我国跟全球疫苗接种率最高的以色列来做比较的 毕竟在以色列当地全国是已经达到非常高的疫苗接种率 甚至当地的青年都已经接种了疫苗 但你看看马来西亚 现在还有不少成年人人第一剂针都还没有打呢 那大马现在要谈加强针 他们说 言之过早 我国有必要追随其他国家脚步 让民众也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来加强免疫吗 两位医学专家在接受《八点最热报》访问时都认为 政府目前的首要任务 应该是先确保大部分的国人完成两剂疫苗接种 由了基本的防护才来谈加强针 我们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人第一支针都还没有打 为什么我们要看别个国家达到第三第四针 虽然大马现在谈加强针还言之过早 但两位受访者都认为 随着雕大病毒主宰全球疫情 国际追加第三剂已经成了趋势 因此不排除大马未来也会加入行列 而国大医学院副院长沙利花就担心 由于狡猾的病毒不断变异 现在主宰全球疫情的是雕大病毒 但几个月之后可能又会有新的变种病毒冒出来了 病毒不断变异 所以人类也必须随机应变 大马医药协会后任主席顾家财甚至认为 长期注射疫苗未来很有可能会成为新常态 虽然注射加强针在未来将会是一个必要的举动 但两人一致认同 现阶段在执行上并不容易 政府还有很多研究和细节需要探讨 尤其现在还没有任何一款疫苗 能够百分之百对抗所有的变种病毒 不太清楚哪一种疫苗 能防抗抗 Delta variant 每一两个月就有一个疫苗出来 所以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 哪一个疫苗比较有效果 我们需要知道 什么是责惑离失离 这首个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需要知道 what are the categories of the infections No.3, we need to know of course the social demographic profile what occupation, what age and also if possible we need to know some genomic background genome studies of what are the variant of concern that causes this breakthrough infections 虽然两位受访者都认为 现在讨论要让全国民众 施打第三剂疫苗 还不是时候 但是有三个医药组织 包括了大马私人医生协会联合会 大马医药协会 还有大马医药从业员联合会 今天是发出联合文告 呼吁政府为前线人员 施打第三剂疫苗 加强他们的抗体 文告当中说 很多前线人员 接种疫苗已经超过半年了 抗体效果预计会有所下降 而文告当中还提到 他们知道有很多人 甚至还没有接种第一剂疫苗 但是跟其他行业相比来说 站在前线跟疫情对抗的医护人员 是更容易接触到病毒 感染的风险也相对高 所以有必要受到更全面的保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